中国漠 Garishzzo 光队 宝贝 58年, 行宿了 boz 逆境的時候,你要問自己一條件夠不夠,當我在逆境的時候,我認為我好求,因為我強力,我坑堅,用毅力,我肯求之,肯建立一個船 到17歲之後,那個船,我知道我自己是很大的機會,我將它可以重新,因為我已經知道,我過去的船年是它 58年,李嘉誠從一無所有,發展到今日,擁有四間上市公司,只值三千億 它面對的順語役,見證了香港戰後以來,創出的經濟奇跡 第十六點,現在有黃書印報告新聞,你的股市步跌,六城市公頁平均指數七個月以來 我不管晚上幾夜,睡覺也好,早早固定,那鐘點起床 早早一定,五點五十九分,一定六鐘響,一定起床 然後聽心機,播新聞,那就是一日的虛始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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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五十六點幾打球,打一個半小時,這個一個半小時,就真的完全屬於我自己 我覺得,李先生這幫,就跟他做人一樣的 我覺得,李先生這幫,就跟他做人一樣的 很實在,他是實力派的救手,姿勢不是認真說好好的 但是實在都不得了,打出來厲害就不得了 我就剛剛相反,我就一開始學,我就跟宣三學 我姿勢就很正好,不過呢,就經常輸給他 做生意,你都要定,打球一樣,那你擺一棍地,你呢,打得不好也好 如果你的心,能夠定一點,有計劃一點,不是表示你那個洞就會輸 等於做人、做生意,又高又低,你被處罪逆境的時候,你就要想一下,我怎樣來應付呢 李嘉誠經歷的最大逆境,就是童年要面對戰亂、憂患和貧困 日軍參戰中國,帶來了幾多慘痛回憶,改寫了幾多人的故事 我記得一九三八年,我剛剛錄影初中的時候,我入本飛機炸潮州 時間一年多之後呢,就是來香港 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呢,就是我爸爸和我在香港 沒有幾個月呢,所以他就入公立醫院,就有快病 因為他快病入醫院,你就要去買一些舊書 有關怎樣醫快病的 還有怎樣令到他的肺病呢,就是日常在醫療的期間的工作 不去不聰明,不去買那些書來看就好 總之十三歲而已,一看了之後呢,你才嚇一跳 所有政策,我全能有 說弟弟那段時間是很辛苦的 那個苦盡呢,你沒有一個人可以讓你說的 你難道這算跟媽媽說,絕對不會的 一生之中呢,任何不得意的事,永遠不會跟媽媽說 跟我爸爸,只是一件事,到今天是 引自己安慰到自己 在當我爸爸過生日前,不夠一日 他轉過來,他沒有什麼可以跟這個債說 他轉到問,你問我有什麼事可以跟他說 你說,如果你想心一層 生日都可以給他,是不是 但是呢,我跟他講得很用自說 安慰他,我們一家一定好 當時自己告訴自己 如果我要跟我爸爸說得這麼確定 你都要加倍努力,你才有你的前途 人家說求學,自己是搶的,真是搶學問 沒有請買書去買舊書 而買的書呢,是買著那些 老師救高中生的那些學生的課程 這樣我變成只要一本次去 一本那些老師救學生的那些課本 我就可以自收了 所以一路呢,我舊書看完 我又再去買了半舊書 所以在那個環境之下,自己一方面 為了一個前途 無論那個工作是幾個低微都好 是,你小朋友十四五歲懂得做什麼 但是呢,都是全力使到那個工作做得好 自己學能太高 1945年,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之後 白費待興,社會一片焦點 從內地不斷湧入的難民 提供了連霸的勞動力 帶動香港的工業發展 李嘉誠一九四五年做塑膠推銷 五零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塑膠廠 取名,長江 厚 por 豐iban 我説一聲表明謙虛 但根本是很驕肥 max 因為為什麼會覺得驕 infin 你人家在犯的時間,你扣鴻蒙 自己,大家都是受這麼少的教育的同事 你每天看到他保持現狀 而自己每天的鴻蒙好 一樣,這樣做事業,打工好,我一直是想去 所以當我自己做生的時候,我自己警惕自己 說你這個驕傲的心,如果有的時候 遲早你一定中邦 所以我才做個公司名,做長工就是這樣 長工不則曬樓 不嫌棄你曬的河樓,曬的泉水,我都不忍你 如果不是,怎樣能夠成為成功 創業第五年,李嘉誠見下他成功的第一步 這一年,他準備附運的一批塑膠玩具 訂貨的貿易公司臨到最後一刻,突然要求取消訂單 當時李嘉誠並沒有要求對方賠償 我實際上這些貨,我現時都很多人 開始的損失,我一個姓夫出來 日後你如果有什麼生意,我們可以建立更好的關係 這件事之後,我都蒙記了 有一天,很奇怪的 我做塑膠花的開始,應該是1956年吧 1956、1957年的時候 就一間,有個外國人走來我 說某間某間公司介紹我來的 他說你是全香港最大的塑膠花廠 又說我的規模多大 我都咬無言,當時我都不是一間大廠 我一間細重 那,最終於是 後來他們美國的人口來訂了很多貨 訂開一次,訂了六個月 為何結果我發現 現在這個當時這間貿易公司的負責人 剛剛適合這個西人 西人北外也是另外一間貿易公司的高級職員 他就跟他說,這個人你跟他交易 什麼都算一個,即是 直接跟你說完 我看他能夠說的好話都說完 不過理論就是這樣 就是你採泥是雪帶的事 往往變得非常逐素的事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是香港工業的蓬佩時期 直到七十年代漸漸走下坡 位於中環的這棟舊式寫字樓的潮橋塑膠廠商會 是李嘉誠在他做塑膠高峰時期有份創立 今天他在會內仍然保留會籍 去六十年代開始就有名的 屬屬家威一路控制了 七年就去塑膠革 不過知道工業一路一路都比較難做一點 六七年的時間,最初的時候,我一樣內心搞一個衝擊,哇!這樣的情形,賴得這麼厲害。 經過一晚之後,我想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如果要拿回香港,不需要用到這樣的辦法來拿。 所以,我反過來,我將我多月的資金,我房維系,東市系,我買了不少地震。 六七年那個機會,可以賺到錢,但不是說多到天王數字的,不是。 前後,香港人口不斷增加,由戰時六十萬,到七十年內已經增加至四百萬。 地市人多,刺激到房地產的發展。李嘉誠在這個時期,放棄工業,轉移投資地產。 李嘉誠在1972年初,就跟李先生工作了。那時候,公司都還沒有上市。 我覺得李先生是一個很有遠見和很有目標的一個人。 我記得有一次,在業務會議完結了之後,我隨口說,公司的業務,將來會是華資地產公司最好的一間。 誰知道李先生立即回應,他說,我們要比置地更加好。 英資在當時來說,是遠遠超前了所有的地產公司。 而說超越智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回事。 但是我都在1977年,我們擊敗了智地,拿到那個地鐵上蓋發展權, 即是中環的地鐵上蓋發展權的時候, 我就覺得,李先生是將不可能的事都可以實現到。 1972年,李嘉誠還趁股市興旺,將公司掛牌上市,壯大規模。 本人蔣代表董事會同樣,歡迎局委出席五屆股東周年大會。 當在70年代一開始的時候,股實力比較好。 開始注意外資控制的機構,感受到。 他們用很少的股份,來控制一個很大的資產。 假設我能夠收購這些公司呢? 我除了拿到資產之外,裡面的一部份好多人材,也有用。 亦都對於我將來,假設我發債發展, 跨局公司的念頭,也有工作。 當時你已經是想著呢? 已經是這樣。當我上市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一個理想,我不會做到這樣。 自開放以來,英資集團一向操縱香港經濟的主導地位。 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1979年。 79年9月25號,李嘉誠宣布從匯豐銀行手上, 買入英資第二大洋行,和記黃澳取得控制權, 為香港經濟史上揭開了新一頁。 當時的傳播分解,沒有看到一點匯豐為何買給我。 最大的原因,是誰能夠買了這些股票去管理,去領導這間公司呢? 可以更加好。 我1979年的時候,我想法。 第一,我買這個外資的公司呢? 那個好處就是,我用一元,付出一元的東西, 去買到兩三元的價值。 這個給我買地產更逐數。 我們這個大家庭呢? 現在的人數,我相信在200年的時候, 我們海外和香港的同事,會增加三分一。 所以呢? 如果一個小公司,一個家庭的生意, 你要自己動手動腳去做的。 但是到你家公司大了, 要令到那些員工有歸屬感, 令到他屯身,這個好感應。 所有的公道和我的關係非常好。 很開心。 都知道就是最簡單的知人善良。 但你原則上呢? 一定要令到他有一個乖屬感, 他喜歡你才會。 早上,早上,早上。 我是一主席大概半天, 當時餓 景市的項力! 當árias裡的事 ante, 最終問題都解決了, 政運簽字通關於幾天. 是,是, 是,要走點 Росс。 在整幾個做爲。 即是十八年了。 一閒雞nsinnine inequ一闘 perfectly. 一定要大家辦得好? 每個高級的同事,他們都知道,我最重要是要後會。 在開會之前,對方是明白了轉型成員, 而我也明白他正在做的行業。 大家變成開會之前做了空會,不浪費時間。 有些人只會跟你說, 有些困難。 他是希望你幫忙,幫他想他的困難解決。 而最後,實在來說,他如果準備得好, 往往他是提議,應該是最好的。 等於,譬如說,你一個總司來, 在一個集團軍的統帥, 你難道去拿一支機關槍,你比那個機關槍手好嗎? 你去砲兵那裏,那個砲兵的部門, 你都未必能及到那個砲兵,操縱那支大砲那麼好。 你一定,但是這個集團軍,總之你不會管那些。 你只能擋這個弘揚的戰略是怎樣。 所以整個組織是很重要。 劉威斯,你上高那裏,那些人手夠嗎? 現在股價到七十幾八十一。 劉威斯,那種書的時代,我曾經帶他去公司, 看過我們開會,就坐在那裏移動。 那個目標不是救他做生意,目標是救他說, 你看看,做生意不是這麼簡單, 要多少心血,多少回憶,多少人的工作, 然後只有能性一件事。 在一個富家的子弟,那間溫室長出來的植物, 無論大樹也好,那間一定不是很強的。 你再放縱他一些,他將來他一生辛苦。 有什麼打擊,有什麼熱情的時候,他不能夠應付。 我雖然不是說我好力,但我可以說, 我這棵小樹是由沙蛇風而長出來的。 你在山上,你試一下,在沙蛇長出來的那些小棵的樹, 你去拔的時候,你幾難拔得出來。 研究香港的學者經常持一個論據, 香港從戰後一窮二白,到七十年代擺脫貧窮, 靠的是維多利亞港和勤奮上進的香港人。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已經成為亞洲一個經濟奇蹟。 我試過在香港電台那一次,選過一個蜂蜂人物。 那時候,你們很問我,我講過一句話。 李先生,我想請問你,你今天的成功與運氣的關係有多少呢? 我這樣說,我不能否認這個時勢做英雄二點。 第一,我根本不是英雄二點。 我當時,我講得欠了一個。 今天,我最坦白一點,再可以講多一點。 最初那一段的事業, 只要百雲之百, 靠沒有命運可憐, 靠你的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能力賺到錢。 靠入很厲害, 你要對你的事業有興趣。 今天,你對你的事業有興趣, 你一定工作去做得好。 一直到今天,李嘉誠仍然相信,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對工作投入才會有好的成績。 龜達,有什麼特別事? 你有沒有看過摩登聰那裡有什麼事? 我試過,剛剛香港四天停市, 我不是在香港, 我在這裡。 這樣呢, 變成兩邊的電話一提響, 兩間房間的電話一提響, 為什麼呢? 這邊又要問問題, 外國又要問問題, 走來走去, 我都是這樣應付, 失分了。 我亦都明白, 你做某個職販的時候, 你就要那種負擔。 經過半世紀的經營, 李嘉誠的業務, 已經由塑膠, 轉移到地產, 再發展到港口, 通訊, 酒店, 和名租。 經歷了八十年代香港經濟, 由工業走向服務行業。 今天, 他旗下四間上市公司, 擁有員工農賣, 是世界上最大規模一百間公司之一。 他旗下五十年代香港經濟, 怎麗下五十年代香港經濟, 他旗下九十年代香港經濟, 都非要我所奮到一年代香港經濟, 我跟他們說得有八十年代香港經濟, 我從來日中有四十年代, 那是一年代香港經濟, 那些經濟, 他聚會有很高興。 有時農從這位行業, 我這樣能夠成為一個序幕。 好的交易不停留在一段時間,每個人都要。 所以,一人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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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得到好的交易, 而且他的故事是一系列的好的交易。 今天,局委生處在鑽息盟電的社會, 應該求智,求創生,加強能力,在環境基礎下,力求轉移。 開胸絲銀,你說你發展得多好都好,你時事要準備。 很多年來,往往在股票市場、物業市場的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們是反而為投資多了的一個因素, 即是一向有轉移,好的時候不會看得太好, 買的時候也不會看得太好。 1998年,我們都依然要有存心的, 請,大家入多一點。 1982年,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這一交, 帶來香港共同的十五年。 恆生指數是跌了五十五年, 通過了七百八十年的心理關口, 和東歸一年, 走進來香港共同的十五年。 在澳大會堂的十五年來的, 多一百八十年來的一略每集共同的十五年。 你現在入台國共同的十六年來, 但既然還在八十六年來, 大雅大都是一十七五年來的, 市場發言好的時候 我記得還有一個碼頭 大六號碼頭 我都是用一兩億元 就拿到這個大六號碼頭四個拍位 但是大七號碼頭的時候 後來投到四十多億元 所以這些在共識 這個是我的決策 在最不好的時間 有很大的貨幣 所以堅定這個HIT 的地位 經理人 學電話聽一下 知道 八四年對李嘉誠來說 是重要的一年 當年他發展六號貨櫃碼頭的決定 令HIT 今天能夠在香港市場 穩佔領導地位 同時為他發展跨國事業 變下基礎 八四年對每個香港人來說 亦都是重要的一年 中英兩國領導人 在這一年簽訂聯合聲明 決定了香港人九七年後的命運安排 當時李嘉誠獲邀請上北京 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過到時期開始 他一直被中國政府 邀請出任基本法草委 餘委和籌委 初次踏足政治 我求的是什麼 我求的是 能夠 自己能夠對自己為香港人之一 為自己為其他香港人 我求的是 我有幾個基本的 我堅持 第一 這個 這個 自由經濟 那個財產出入自由 即是你要付錢出去 付錢入來 是不需要特別申請 第二 出入自由 我一方面 我 很堅持 但是三件事 永久 該盟身份 我 我自己試過 變過 都試過 變過 是什麼 只要你有七年 七年在香港 該住的時間 無論他七年之後 他移所盟都好 他回來 應該一事奉任 依保留到 香港的 永久該盟的生命 84年 亦都是李嘉誠 等等於懷的一年 這一年 他和光大集團 買賣城市花園的交易當中 其後被政府委派的 內幕交易審裁處裁定 觸犯了證券內幕買賣條例 結果 長江集團內四名董事 包括李嘉誠在內 受到公開譴責 那件事 是一個附圖的 我今天來講 第一 所有董事 沒有人買賣這隻股票 我已經在報紙講過 我現在講過 不犯罰的 董事的情形是這樣 和黃公英先生 簽這個買賣合約 他向我們買的 應該是好消息的 他前三兩天 他去賣這些股票 他前三兩天 反過來 採銷是壞消息 他採銷前去買股票 你明白嗎 如果想賺錢 相反過來 你怎麼講到內幕消息 我從來的陷阱 我都不會特別高興 當時 當時 這個內幕消息之後 香港政府給我的CBE 我拿了很高興 當時我第一念頭就是 在內幕消息之後 在內幕消息之後 你裁邊奴 香港要受內幕消息的 另外一個是代表政府 是給你一個榮幸 一切都轉在不見中 八十年內 香港的政治氣候風雲不定 李嘉誠在事業上 面對一次又一次挑戰 我坦白說 很傷心 我絕對是傷心 公司沒有過的衝擊很大 千塔問題 講到最劇烈的時候 我講過一句 以後人家不敢講 我就說 如果要簽冊 先問問 你們要無法子簽了李嘉誠 這個主席 如果是無法子的時候 以後不要再提簽冊 九零年代初 當時我決策 公司一定要向本民投資 否則公司的前途真是有限 因為很多我們要做的事情都很阻塞 當時香港來講 我們已經有個陰影 就是怕人家說 我們賄送的貨櫃 做得大 每次有這樣的陰影 每次有這樣的陰影 雖然當時的政府並沒有明言 說你太大 但你可以 smell 得到的 你可以有一個束縛之道 經常說你大 如果是這樣 你要為股東爭取最好的回報和出路 你只要向外面突刺 這次的陰影 三二一 去 襲入九十年代,香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 頻頻亮上國際舞台 實力豐厚的香港財團 亦都趁機進軍海外擴大投資空間 李嘉誠早在1986年 已經有計劃地開拓他的跨國業務 經過過去這麼多年來 地產公司是香港一個賺錢最好的生意 但沒有道理 單單一個貨業 你可以永遠好下去 到某個時候自然飽和 或者政府有一個新的政策 所以這個老祖我已經能得到 所以我一直在公司上市沒多久 我們已經一直是這麼做的 開始在外面的投資機 1986年 李嘉誠看好加拿大的石油業 於是投資34億收購石油公司 Husky 不過第一次的大規模海外投資 最初幾年 效果並未達到理想 反而因為過度擴張 而令公司負債急性 最後他再動用多35億 全盤收購Husky 掌握管理權 Husky的經驗 令他再一次認證企業管理的重要 今天在世界這麼大的競爭劇歷之中 你做多一點就贏少少 好像Olympic那樣 你看1、2、3、4、0 雖然第一跑第一 但他贏過第二 或者贏過第三 就是那一點 如果你跑短程的 可能不夠一秒鐘贏過一些 所以就贏了 要快一點 就贏了 在Husky之中 我們的經驗就是 那個管理要延遲 中間初初開始管理是要鬆散的 Husky這裡大約1500個員工 我派來這裡的人 其中有兩個人 工俗都成二十年多 有一個都十幾年 這裏延解的人 他早早下都是我們自己人 所以這個可以說 取之無絕 容之不極 你對人好 人家對你好 自然你無論哪個世界哪些人 都會成為你核心的人 另外我是靠一個制度 而重要的決策 是要經過香港同意的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做得很好 靠一個組織 靠一個checking balance 以及固定的會議 這個分別是48 這個分別是48 which then give us a better deal are they match each other 十問先聽 然後今天就請他逐個來 發表他的看法 他給數字我 他講完的時候 我又問他的事情 到最後什麼時候 我有個結論 問他們 是否我們公司這樣做 這樣做 是否好些呢 我最討厭 逐個逐個 看他們的意見 到他們都同意我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就說 我們應該這樣決策 這樣決策 每個人變成老祖 我已經得了他的想法 當然他非常同意的支持 所以一件事 你看來很複雜的事情 如果你處理得好 人家高興 他做事勤力 以及他心誠意福 那裡就很開心 在這個時間 我會說 三個問題 是在我的心 第一 第一 是 我願意取得 所有你的評論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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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 會有更多的 你同意嗎 對 對 所以 我認為 如果 我認為 有更多的理由 我們不理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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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 沒有解釋 一段時間 兩星期後 我希望 您的意見 好 好 好 到晚 好 不定 我經常這樣想 我們中國 這麼多年來 我們除了 中國人向東南亞發展之外 是比較少 大規模 在西方國家來 重造新的事業 我相信 在我 現在所做的例子之中 亦都可以令到 將來 香港人 還有 整個中國 可以有很多機會 投資在外面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的事 不止行營自己的國家 還可以控制到全世界 一九九一年 李嘉誠 開始進軍英國的貨櫃碼頭營 九四年 全資擁有當地第一貨櫃港 菲力圖 菲力圖那邊 深水港 我們越來的生意越來越多 越來越猛了 而這邊 獻有他的生意和他的地方 只用了25% 即75%的地方 和生意 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我們那邊很多生意可以移回來 九八年初 他再收購英國兩個港口 重點發展港口跨國熱武 但遠之地的香港 竟然可以操縱全球最大的貨櫃吞吐糧 我們現在在全世界的貨櫃港 那些泊位佔八十多 去年佔全世界的市場超有率 百分之十一多 沒有意外的時候 到200年左右 或者2001年佔百分之十五 我們現在在歐洲很多個國家 甚至連德國和河南都很歡迎我們去 歐洲 我們想說些�로 是個事 我們在加州 長馬爐 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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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正在說 他們現在最多的工作 在大陸 最近我去加拿大、英國、在公司裡面做得非常好 在現在香港這個經濟丹麥的時候 我更加需要我的公司做得好 I hope you will I'm guarantee something's gonna happen, am I? Nice 李嘉誠的海外投資到今天已經發展到世界二十四個國家 港口以外,通訊也是他的投資重點 當你看到成果這麼好的前途做得這麼好的時候 我自己都奇怪自己心情 為何不愛多一、兩天在我那裡 我也是很急恐怖 你們各個都看到我們這個新聞稿 1998年是香港艱難的一年 李嘉誠八月底公布公司上半年業績 盈利大倒退 是十年來最差的一次 一時的經濟好壞我不擔心 我只是擔心社會和系 每個政策的結構是改變了 東香港這次 連對這麼大的經濟困難的時候 我找到最少兩個很大的裁刀 他們比較我們重大的 肯跟我在香港 逐一個大的長期的投資 但是當我冷靜下來的時候 我回頭想想 今年初 我們在一個大高者北的政府一個投標之中 我們投到兩股地 但是結果呢 受到一些從政人士的非議 當時呢 我感覺到 是否我們香港的過去的和系的環境 逐一逐一消失了呢 是否我們的基本因素呢 好的因素會默默沒有了呢 我想起過去幾十年 當香港經濟灰潮的孫心 失灰的時候 我差不多每一次我都去投資 逐出大量投資 尤其在八三年初至八五年的時間 亦都是損心 灰落 經濟 亦都是不好的時候 我都是捉出很大的投資 超過一百億 根本 過去和現在的政府 從來未就有一絲一毫給我特殊的權利 但是呢 政府是有責任 來增強香港和局外的投資者的信心 來增強這個就業的機會 香港人呢 肯接受健身 肯勤力 肯應變 肯重慎 如果我們能夠渴望過去五十五代 六十五代 七十五代 那種靜國的精神呢 我對香港人非常大的信心 畢竟這個地方 都是我們苦甘義共的家庭 教練 中文字幕混賞 中文字幕人數字幕 感谢观看